世界上没有天敌的动物 海蜘蛛 它没有天敌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 正正相反 却是因为它太废物了 别的动物进化 都是怎么厉害怎么来 而对于它的想法 就是怎么拉击怎么来 也正因如此 靠废物走出了一条无敌路 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 就是靠吃水里的浮游生物 能不动就绝对不会动一下 但你不要看它的捕食能力弱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更是没有 就连海底的鱼类饿坏了 遇见它都不会吃上一口 因为它们除了身子之外都是腿 但你不要觉得它都是腿 移动速度就很快 其实它们身上没有一点肌肉 腿基本就是摆设 移动都需要海水推着 吃下去就仿佛吃了一堆骨头 不仅扎嘴 用来消化它的能量 甚至比吃掉它的还多 而这时你就会好奇 为什么它基本全身都是腿 那么它是靠什么呼吸 又是靠什么繁衍的呢 这一切的秘密也是靠着它的腿 它的肠道和生殖器官都分布在腿上 靠着体外受精繁衍后代 这也导致它的身子也仅仅只有一个心脏而已 正是因为这种废物般的情况 它们可以在水底肆无忌惮 分布范围也是十分吃广 各个海洋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 尤其是南北两极数量更多 躺平也成为了它们的诸生哲学 任何生物都没法让它们停止摆烂的步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